在南极洲外海海平面下3008公尺处 一艘破旧的巨大沉船映入眼帘 这是英国夏克顿爵士的坚忍号 史上最著名的沉船之一 坚忍号自1915年沉默至今 日前终于在南极洲临近的威德尔海域被发现 坚忍号已经在海底沉睡了超过一个世纪 但根据考察团队表示 坚忍号可以说是坐实了他坚忍不拔的命名 船尾的endurance弧形字样依然清晰可见 船身木头也几乎完好无缺 是团队见过状态最好的木植实事船只 坚忍号曾参与夏克顿爵士1914年至1917年的 大英帝国南极穿越探险活动 船上工作人员原本想成为第一批穿越南极陆地的人 但后来他们的三维帆船不抵险峻的威德尔海 这艘木船更陷入伏兵镇中日益被挤压十个月后沉没 然而夏克顿与他的27个同伴靠着徒步与划着小艇骑机身环 让这趟探险成为传奇 如今随着这艘沉船重现世人眼中 这座旅程存在的历史记忆和其人意识 也将有机会再度浮上台面 这座社综合报道